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位太空人会接替神舟17号的太空人 驻守空间站大约半年 期间会出仓去安装碎片防护加固装置 以及展开多项的科学实验 包括首次尝试的太空养鱼 这一项是中国首次载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就是以巴马鱼和甘鱼组为对象 载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 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一大突破 了解完太空消息 又看看昨天日式超市的盲盒寿司事件 即是用纸盒装寿司环保住的回应 环保住透过大浪贵社交网页去澄清 因为超市是以零售业务售卖食品 市民即使在超市范围内即场进食寿司 就等同外卖一样 所以超市是可以用胶盒和胶盖去承载寿司 以便市民都容易看到盒内的寿司 去分辨食物的质素 另外有餐厅误以为在新法例下 用胶盒将糖食的食物打包是会违法 环保住说如果市民打包的话 都是属于外卖 食肆是可以提供胶杯和胶食物盒给他们的 环保住还说会在适应期到房餐厅 和零售署所去解释相关的做法 了解业界对于法例 有没有传有误解和疑问 也都强调顾客是不会因为 使用受管制的积气塑胶产品而触犯法例 走数我想我们真的要多些去熟悉 而面对极端天气 保安局就定期在封季之前 举行跨部门演习 无以超强台风集港的时候 各个部门要怎样去应对 发展局就说今年的演习在下个月举行 让各个部门了解大家的角色和责任 有助提升协调能力 而在预警方面 政府会继续引进先进的气象观测仪器 和研究使用 例如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一类科技 加强和各地气象部门交换数据 信息沟通和预报技术科研合作等等 本港除了会出现台风 近日持续下雨 除了水淌处处之外 有市民今早在葵冲还拍摄局部范围下雨的奇景 对 网上图片看到 这个局部下雨的范围超小 远看就像条水柱一样 所以不少网民都回应笑着 要叫楼上山水喉 还问是否有外星人集地球 还是时光隧道这样说 这个算不算局部地区性骤雨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如果想排阶症去看牙 就先要凌晨12点去排队做初步登记 第二天再拿丑才有得看 对 为了要拿丑 有人都说要等好几个小时 还盖探说想看牙 真的等到天荒地老 其实这个问题要改善的话 又究竟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正所谓牙痛惨过大病 搞得坐不安吃不下 去看私家牙医 又要几千元一只牙 那就唯有去排阶症 怎知道凌晨12点才排队 还要不排就没队 这次就是看牙要拿队 排到没得休息了 请问你有没有看过牙科阶症 那牙科阶症香港我没看过 没有 妈妈有看的 自己呢有没有牙去哪里看牙 私家的 我自己回大陆 回大陆 这里是贵的 你怎样看市民要排八个小时 去拿丑看牙 排长时间 现在的丑很少 那就是小医生 应该排多些丑 因为有些长者都很需要 开多些政府的牙科 審计处新一份报告指出 政府牙科诊所服务不足 现时全港有11间政府牙科诊所 提供牙科阶症服务 但派丑数目 由每年约4万个 减至近年约2万个 部分诊所凌晨12点起初步登记 不少有需要的市民为了看牙 需要提早到诊所等候派丑 有些还提早8个小时 真的等到脚仔远了 现时政府牙科服务的派丑程序是怎样的 它的派丑以前是早上早 就是看证之前去拿丑排队的 因为很多街坊等得太久了 要通宵去到排队 所以现在就改了 半夜12点的时候派丑 虽然方便了点 大家不用夜晚在这儿通宵 但是反过来 有些街坊就要来两次了 一次是拿丑 一次是看证 市民排队的情况是怎样的 又有没有跨区排队的问题 现在排队的情况都很严峻的 审计报告都说有些市民要排七个小时才排到 跨区都很常见 因为说街坊的地点就不是很多 在市区只有三间 譬如香港岛乘香港岛都一间 基本上都一定要跨区 除了跨区和等得久之外 其实它的开放时间 一个礼拜有些是开一天 有些是开两天 变成很多时候都不是即时 或者一天看到 可能都要等两三天才看到 长者或者基层市民有些什么困难 还有看牙是否每次只可以处理一只牙 服务范围都很有限 现在是处理一些紧急的脱牙 变成街坊有其他需要 比如补牙 想盗牙筋 都未必处理到 另外就是它每次只处理一只牙 有些街坊有几只难牙 变成要排几次 或者去轮几次 可能要搞几个月才可以处理到 私营牙科可不可以帮到手 现在私营牙科的收费都是比较贵的 我们很多基层的街坊都觉得负担不了 所以负担不了的街坊 其实选择很少 尤其是一些未满65岁的低收入家庭 因为未到65岁就没有医疗券 也未用到关外基金有些牙科服务 变成了选择更加小 可能是只得牙科皆正是唯一的选择 希望政府可以怎样帮到市民 我们希望都是快点增加香港的牙医的人手供应 另外短期那里就是要快点推一些公私营协作的计划 就是一些有困难的街坊 可以快点在私营的诊所那里拿到服务 另外第三就是除了加强一些治疗服务之外 其实长远都要想想怎样再做多些预防的服务 因为人口老化 如果大家不去做比牙科护理好 就是多少牙医都不够了 市民要排队拿丑 很大原因是因为牙科診所服务不够 想要增加多些服务 就要增加多些人手 又或者看私家牙医 如果可以收平一点点 不知道又帮不帮到手呢 陈医生 你怎么看市民排队了一段牙科皆证 和牙医缺乏人手的问题 因应政府的人力流失 近这几年令到的情况更加恶化 基于很多种原因的 政府方面 公营体系方面的人力缺失 有移民潮 有退休潮等等 加上自然流失的种种影响 公私营合作 有解决到当中的问题呢 在公私营合作方面 其实是解决人力短缺的 一个最快捷的方法 也都是在行政方面 最简便、省钱的方法 因为利用私营方面的剩余人力 可以即时补救到 公营体系的人手短缺 政府有一个适当的津贴 其实不是单单一个银码上 帮轻到市民去参与 这个口康卫生的预防治疗 其实是有一个鼓励性的作用 在市民方面 当然有政府的资助 自然会提高去看牙的意识 实际上也是政府帮轻了某程度的负担 有什么建议给政府 有短期的公私营合作 那就可以解决到即时的问题 中期的我们可以引进一些 非本地培训的人手 长期的最主要都是 我们要教育好 我们的市民对口康卫生的重视 牙通还要排长龙拿丑 又真的挺惨的 卫生署就说日后会增加名额 留给多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作为小市民 当然希望各方面都会想着想着 让我们将来看医生 都会舒服点和简单点 魔法、飞龙、冒险者 这些都是玩卓上扮演游戏 不时会听到的字眼 那究竟什么是卓上扮演游戏呢 又为什么会吸引到 这么多年轻人这么投入去玩呢 我们今晚就请你 卓上扮演游戏主持人吴迪 和卓上游戏制作人黄天俊 和我们分享多点 欢迎Daniel和Jeremy 欢迎你们 首先想问一下 卓上角色扮演游戏的玩法是怎样 还有什么特色呢 卓上扮演游戏都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基本上我们是透过纸和笔 去玩一些RPG游戏 扮演这个角色 开展一段故事 有点像一种即兴的舞台剧 我抛一个场景出来 你去代入主角 去发展你的故事 除了我们人去参与之外 玩这个TRPG 究竟需要什么工具呢 Jeremy 通常我们会用一些纸和笔 和一些多面的色彩 纸和笔 用来去记录 我们各式的数值 属性和装备 色彩用来决定随机事件的效果 之后随着科技发展 现在之后都有一些色彩 可以给我们摘色彩 色彩不会到处 当然还有战斗地图画 和迷你人偶 都可以在TRPG里面用到的 我见到那些人穿着衣服 很角色扮演 果然是角色扮演游戏 每一个游戏故事都有主持人去创作 游戏的时间大约是多长呢 还有没有什么类型的故事的剧情 可以给大家选择呢 我们通常一次会玩 大概三至四个小时一节 但是其实故事 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好像我们看剧集一集一集接着下去 所以我听过有些可以玩了很多年 都是同一个故事 这么惊讶 是的 但是至于有些什么故事 就好看我们 譬如喜欢玩什么类型的小说 或者一些题材 例如有些武学风格 或者如果喜欢魔界的 会有一些剑软魔法的奇幻 或者如果喜欢一些懸疑经历风 可以像一些B级恐怖片 去做逃生的主角也可以 可能同一个游戏 你有不同的决定 都令到游戏有不同的玩法 所以我想故事剧本吸引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TRPG本身 有些是有固定的一些故事设定 但有些都可以自己创造一些新故事去玩 可不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游戏 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Jernie 可以的 我会用一个热门的农与地下城 来做个例子 是的 故事设定是一帮冒险者 去探险 去增强自己 最后去拯救世界 至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一个主持人去创造的过程 比如是他们冒险途中 看到什么人 看到什么事 看到什么 其实都是主持人安排 创造的一些情节 主持人也要很有创意 捂迷故事 还有会不会接不到呢 我真是想问 接不到就即兴发挥 好像现在这样 所以其实最重要是淡定 没错 应变能力很重要 你觉得这个TRPG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那个应变呢 还有为什么觉得这么多年 有五十年历史 会吸引到年轻人 一直去参与 甚至乎一玩玩 那个游戏玩很多年呢 我想在那个高自由度 和那个创意的发挥 其实都是一个平台 可以去表现一个平时不像的自己 角色扮演我们是代入一个新的身份 开展一段新的故事 我觉得时下的年轻人 其实都很需要一个平台 去发挥自己 还有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 去刻意吸引他们 但是结论而言 就经常有很多大学生找东西玩 或者喜欢一帮人聚在找东西玩的时候 会来玩 甚至现在看到越来越年轻 甚至有中学生也想过来玩 大家都是主持 都要应变 还有要说话很有创意之外 其实作为TLPG的主持人 有什么要特别一点的条件呢 我想要跟几位主持学习一下 这个口条要清晰一点 还有要临迷不暖 要淡定一点 另外其实作为游戏 其实最重要是大家玩得开心 所以在游戏的规则方面 有很多出版了的书籍 可以帮助我们的 至于这班是我们的主持团队 我们就聚在一起玩 最重要是玩得开心就可以了 多点锻炼 多点投入在游戏里面 那你觉得你自己锻炼了之后 有什么得着呢 最重要是面对人和面对不同的一些 因为我的玩家每次可能都不同 面对陌生人说话的时候 没那么怯 最重要是可以啟发创意 把我自己心里想的故事 可以发挥出来 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也是 我想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体验 主持人也很开心 其实都是一起玩的一份试 所以听起来都觉得我可以试一下 尤其是我以前喜欢玩RPG 可能都可以试一下这个TRPG 多谢两位今天和我们分享 TRPG有很多玩法 有很多创意无限 而另外有些东西都可以 又喝又吃 说的是什么呢 以下来的环节会和大家了解一下茶 因为泡茶就可以喝 而另外它也可以入赞 现在一起去看看 以茶叶烹调的好菜式有什么 让我们一起去偷试一下 现代茶学 按照各种茶叶的加工方法 定出茶叶的分类为 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 六大类 有三类茶很受香港人欢迎 第一种是普利 是属于黑茶的一种 第二种是乌龙茶 也有另一个名叫青茶 铁冠阴和大红袍 也属于咕隆茶之一 第三种就是绿茶 饮淡茶 吃个包是我们香港人 去饮茶的经典口头禅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由我告诉大家 饮淡茶不单只可以吃个包 还可以吃淡茶 想知道可以点植茶 就要跟我去找大厨学一下东西了 今次来到这间新派中菜厅 未见食物先见其装修都知道 这里是走精致换味的路线 摩登风格 融合到端庄典雅中式大闸 每一处都是打卡位 而他们的厨艺总监 周细涛师傅 望来年纪轻轻 只有四十出头 不过他十五岁就入行 已经拥有超过二十五年经验 周师傅 不如来介绍一下 这个桂花乌龙烟熏脆皮鸡 好 其实我们的脆皮鸡 用了乌龙茶 桂花 还有其实旁边的西方的摊草 摊草我们风干了 混合了刚刚说的乌龙茶 和桂花 去做了煮酒的鸡 然后我们用海盐腌制了一晚 然后我们会吊干了两天 吊干了之后 我们在七十五度的油温里面 做了一小时的烧烤 令到鸡肉非常练滑 日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 桂花乌龙的鸡的做法 一直淋 淋到皮很脆 所以吃这个鸡皮很脆 肉就很滑 如果它只用乌龙茶 那味道又会怎样呢 如果只是乌龙茶 其实坊间都有 只是乌龙茶去做分鸡 但乌龙茶其实 只是有茶香的味道 其实都不错 不过我觉得 加了桂花里面 分的味道会层次 会更丰富 加了桂花有甜香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会优惠一点 好 那现在我先试一下鸡 皮一样的杂杂 而且第一口吃下去 有煙烹的味道 它现在有些茶香 和桂花都走起来 味道是否有陈刺呢 嗯 因为通常一些鸡 我们做完煙烹的鸡 我们炸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过烤的 所以很多师傅都不愿意做 因为其实时间要拖长很久 这个功夫是非常之长 所以我们就会花多小时间做这个鸡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二十年陈皮玻璃茶雪糕 可以了 其实那个陈皮玻璃茶雪糕 我们用了一个小鸡 和用了一个约点奶 然后打了一个冰淇淋底 我们同时就刨了一些 陈皮 那些是五年的收回陈皮 其实就做一个 味道的生还 因为它那么爽的 刨的时候 它的味道刚刚会散出来的 你会很容易闻到 很过香的味道 而且它会新构 如果浩潇融了之后 起司其实你的味道会有参差 其实下面你会 一会在你吃的时候 会黏在一个陈皮皮อก盘糊 试试的时候 会软滑点 现在就再赔了呢 它的陈皮味好气 看 demás 它的后傾是有糖感 你那個味道是一個很甘甘的味道 你會出到中菜的感覺 即是我們吃了沉皮,但雪糕的很反差 而且雪糕的質地是比較厚實的 然後再吃了那個啫喱的果凍 即是一個咬一個軟的感覺很有趣 是嗎? 是的 其實普里茶的茶味這麼濃 而且比較苦澀的 其實跟雪糕有點大腦似的 當初為何會有這個創作意念? 這個也是中菜的精髓 即是陳皮和桃梨 我們餐廳有些甜品來說 這些中西文大會睡 我覺得放在雪糕裡面 又應該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試完之後覺得 原來效果真的相當好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方式去做 有空喝茶 是我們遇見朋友的時候 經常都會說的一句說話 而這句說話最大的威力就是 通常都不會真的約出來 如果下次真的想約對方出來聚會 不妨試試那一刻 有空吃茶 成功率有機會高很多 夏天熱賴賴 最好就是去沙灘和陽光玩遊戲 是呀 我也想過幾天沒再下雨 就去沙灘玩一下水 好,一於這樣說 不過大家去沙灘之前 要留意天氣之外 要留意另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懸掛紅旗? 康民署昨天指 深水灣泳灘、淺水灣泳灘、南灣泳灘和石澳泳灘發現疑似洪潮 提醒市民不要在這幾個泳灘游水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洪潮呢? 根據漁護署網站的資料 海水裡面的微型單細胞浮游棗類因為大量繁殖 棗類的色素引致海水變色 這個高濃度棗類引致海水變色的現象就叫洪潮 不過大部分洪潮都是武害的 只有少數棗類品種引起的洪潮 會令到魚類死亡 又或者污染貝殼類動物 當人食用之後就可能會中毒 而有些棗類就會產生化學物質 可能對泳客的眼睛、鼻和皮膚 造成輕微的刺激或者敏感 如果吸入帶有這些早毒的水氣 更加有機會引致呼吸道的不適 所以安全起見 大家都是不要去有紅潮出現的沙灘游水 在地球除了有紅潮出現 還有機會發生地震 台灣花蓮接連再發生地震 有香港市民都感受到的震動 而如果在香港發生五級地震 不知道小朋友最想做什麼事? 以下來《童話香港》和大家一起問問小朋友 保護家人 還有通知居民有發生地震 拿出我的手機發自拍 發給誰 發在我的朋友圈裡 我最想感謝家人 因為如果地震我永遠都能看到家人 所以我要先感謝他 一起拍攝最後一張全家服 看看地震是怎樣 那些樓是會怎樣碎 它會掉到地上 還有看看地震會怎樣離開的過程 提醒其他人那些 就是保護家人那些 畫了那些防空洞 然後讓人家住進去 不如要裝修好 在訪問中 請問中文 更別忘記 那些財政 並沒有任何祥事 喔 風格 不願記 啊 在訪問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